新加坡总统选举竞选期进入倒数 三位候选人参加电视论坛节目 首度同台亮相 黄国松 尚达曼和陈清亮在新传媒英语新闻台CNA举办的总统候选人论坛节目上 轮流回答主持人的提问 这是本届总统选举唯一的一场直播电视节目 其中 针对三人都与政府体制或反对党有关系的问题 三人都一致认同总统选举不应政治化 陈清亮认为 在处理国家和人民所面对的棘手问题时 如果也牵扯到政党政治 将毫无帮助和浪费时间 应该把精力放在找出问题所在 并利用一切现有资源找出最佳的解决途径 黄国松则强调自己是本届选举唯一无党派的候选人 而要确保总统选举没有被政治化 莫过于是候选人都没有任何政治背景 尚达曼则指出 未曾是政党党员的候选人贴上标签 是过于简单化 很多人也将因此被排除而无法参选 他重申 总统选举是候选人之间的较量 以自身的品格和表现来争取选民的支持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关注新加坡之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